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新闻一开始要提供给大家天气方面的讯息 主要就是今天会有一道封面接近台湾地区 因此使得花洞地区还有大台北地区 今天水气增加容易下雨 所以今天出门请记得雨伞雨衣都要带着 而其他地方今天则是属于多云稻情的天气形态 只不过要提醒西半部山区以及东北部 今天午后容易有塞巴猴出现 因此在体感温度上是感觉比较潮湿又温暖的 今天普遍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4度 近山区甚至是超过36度的高温 像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在台南北辽 就测得37.1度的极端高温 因此气象鼠在今天同样针对了台南高雄 以及屏东这些地方发布了高温的黄色灯号 民众外出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 而这一两个星期的天气真的是变来变去的 对于地震的救援工作也是一大变数 尤其现在花莲渔震不断累积到现在 加近900起的渔震 其中最新一起渔震发生在今天凌晨的0点15分 规模4.2 因此提醒民众在这一段时间非必要千万不要往山区活动 而花莲地震倒塌的天王新大楼 拆除的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 难度最高最高的高楼层拆除作业 目前已经顺利完毕 施工单位现在改采用破碎机来加速进度 预计最快在这个星期五就能够全部拆除完毕 4月5号傍晚开始进行的天王新大楼 拆除作业24小时不停工 高楼层用大钢崖切割破坏 期间因为余震不断间歇性停工 目前五楼已经拆完 后续采用不同工法作业 施工单位利用阴架跟帆布保护临近大楼 但天王新大楼正后方 花岗街的近百年日式木造建筑 却在过程中受到损伤 这栋建筑是日治时期 台湾传染病研究先驱 与鸟从狼医生的住处 而他曾开办台湾第一间儿童医院 这里更是屋主一家三代成长的地方 那在施工过程中 我们也有要求施工厂商 那在靠花岗街这一侧 尽量施作的幅度小一点 那避免它落实弹弱太大 县政府要求施工单位 加设钢板保护老房子 整个拆除作业 预计最快在4月19号完成 当然新闻唐南军刘宏志 花莲报道 好地震过后 不论您身处何地 大家的心与力量都凝聚在一起 来看到的是高雄大树的慈继志工 乡机团队可以说是善用良能 规划了速卷易卖 三天之内做了将近有800条的速卷 志工们心心念念的 都是金社以及地震受灾乡亲 因此要将众人的祝福 都包进速卷里头 要做速卷 菇类得先手工撕成细条 手忙着备料 心挂念着花莲强震 来台29年的印尼籍志工正在见习 跟其他志工都想为灾区做点事 志工自动聚集 付出香机良能 83岁志工也全程参与 边做边祈祷 以水果之乡的大树区 废弃果树做燃料 蒸熏出约800条速卷 凝聚着点滴祝福 为灾区敬奋心力 大爱新闻 陈一真 王昭中 高雄报道 同样也是在高雄 这是在新兴区的慈济志工 为了要激荡出长照据点 长辈们的学习兴趣 举办了一组一道素菜的烹饪活动 不少长辈们是秀出了 他自己的厨艺绝活 还有陪伴来这边上课的外籍看护 也是大秀了一手果雕功夫 蔬菜炒得滋滋作响 大厨是尝照C据点的长辈 带来拿手菜素食佛跳墙 还有陪长辈来上课的外籍看护 开心小露一手 小番茄叼成兔子 成了全场焦点 她的细心和巧手让长辈好赞叹 每组现场煮一道菜 以美味更比健康 孤独的人吃素食 身体比较好 对人比较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喔 我们经常可以分享 外面跟我家的人说 我也要煮寿菜 要怎么煮 寿菜不像你说 吃饭吃 让他们玩出一个心情 一个感觉 平常我什么会儿都不满 大家每天来都过得很快乐 来这里有很多学习 据点推速活动 互相观摩 也激荡出学习的火花 大爱新闻真上门之工 陈建安 庄雅文高雄报导 继续历史今天的单元 要来看到的是 去年的4月15号 慈大的创校校长 李明亮获颁了 儿童医疗贡献奖当中的 终身贡献奖 肯定他为小儿遗传学的付出 我们的终身贡献奖得主 李明亮教授 2023年4月15号 第十届台湾儿童医疗贡献奖颁奖 其中终身贡献奖颁给 前卫生署长李明亮 李教授其实是台湾的 小儿遗传学之父 让我们这一次真的也非常荣幸 把这个奖颁给了李教授 我学了用那么多时间 去训练那么多东西 去看多是美国的人 服务的也就是美国人 为什么我不做一件事情 是他为了这个付税帮忙我们的人 去做一件事情 李明亮是茨基大学创校校长 毕生探究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有台湾遗传学之父的美誉 将其在美国所学 包括遗传疾病诊断与治疗方式 运用在花莲祠院的遗传中心 为台湾后山医疗奠定后史基础 花莲祠院儿童癌症专科护理师 刘纯盈也获班地使届 台湾儿童医疗贡献奖 儿童护理奖 这个奖项是属于花莲祠祠院团队的 花莲祠院最棒 以人为本的爱一脉相传 生跟癌症照顾 守护儿童健康 储备未来资产 2004年4月15号 花慈 仁瑞手术康复出院 105岁的仁瑞 蔡沁云 脸上被护人员涂了奶油 庆祝康复出院 蔡阿公罹患病症症候群 长期心跳不规律 造成胸闷 疼痛 4月12号在花莲祠基医院 装置心律调节器 创下院内最高龄的手术记录 阿公年纪比较大 所以对于心跳 或者是心脏功能的 这个依赖就更重要 反过来讲就是说 他的心脏功能 对于阿公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生活 生命的延续 就非常的重要 感谢谢师 把我的老爸 准备了一支生命的节力棒 给他继续往前冲 1995年4月15号 在上海经商的邱玉芬 回到花莲金丝金社 带回上海市政府颁赠的荣誉证书 他是此季在中国大陆的第一颗种子 结合善心人士与台商 推动慈善不遗余力 获当地政府认同 肯定慈禁人的奉献 我在大陆走过好多的城市 我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 两个月走了 9个省17个城市 所以两个月基本上 不要跑了几万公里 崇玉芬跨越宗教繁离 地理限制 甚至历史隔阂 在大陆拓展慈悲喜舍的精神 带动当地志工响应 招募绵延不绝的闲善队伍 今天的早安慈祭情单元 持续关心在 星巴威慈祭人用爱生根 不仅修水井 还有供给食物的服务 目的是希望减轻弱势 贫困家庭的负担 我们邀请到朱金才师兄 再次来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跟我们好好聊一聊 金才师兄好 佳琪好 大家好 好 金才师兄 想到星巴威 脑海中就浮现一群干干巴巴 瘦弱的孩子 可能吃不饱 可能也没有机会上学 所以我们关怀他们是方方面面的 也注意到他们食物短缺的情形 所以我们在星巴威有成立了一个公食站 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因缘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花放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 他们根本非常的贫困 没有办法把小朋友提供一个正常的饮食 所以在这种因缘之下 我们才从大概有超过十年以上 就开始做一个共食的一个部分 所以开始有这样子的好因缘 从学校的这个开端 注意到他们真的是吃不饱 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些食物 提供了一些食材 其实这背后代表的是一个一个家庭 所以这样善的力量 也在整个社区里头流动 对 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一个家庭 因为没有办法提供给 他们的小朋友的食物 又担心持续这样子真的会饿死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家长 就很无可奈何的 就是把大概十到十二岁的小朋友 他们宁可把这个送出 给比较有能力的人 让他们去养他 他去养他的时候 那第一 家长肯定是知道说 这小朋友可能就是不会饿死 但是这种情形 对当地小朋友 其实扼杀他们的一个网络的前途 但是我们提供的这个共识站的时候 可以减轻非常多的家长 他一个对小朋友生存的压力 因此这些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共识站的时候 把他邀约起来 让我们这些志工 资深的志工 做一些不管是卫教 种种 也包括说我们的静思与教学 让这些小朋友能够接触到 接触到一个善的一个知识 对他来讲 我们已经值了善爱的种子 善的因缘 所以让他可以有因缘 真的有可能会翻转 他的一个生命的价值 我知道就是 我们不仅仅提供食物 我们还有礼法的服务 那肯定是你们看到了他们的需求 礼法大概有将近15年的样子 那也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花放 那特别是小朋友 做我们刚开始 最后一个文记的花放 那小朋友看到我们此期的志工都很高兴 我看小朋友围在我身边 那我一看 为什么头顶上是灰色的 我很好奇 我就用手去拨开 哇真的 我的认知是新鲜 所以就有这种因缘 那我们就去帮忙 其实到刚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理过的头超过10万人 15年10万人 太惊人 但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个 我们觉得说帮助是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的 就是特别是去年 就一个小朋友就是到学校 因为反正他都是头发都是很长很脏 因为没水 所以那一天老师就请这个小朋友说 你回去 理完发 把头发整理干净再回来 那这个小朋友就回去跟他妈妈讲 他妈妈讲说 没关系 那你是不是再回去 那我来向这些邻居借钱 依法的费用大概一个美金到五个美金 不等了 那小朋友就是回去跟老师 老师看 你怎么没有理就回来 老师很生气 所以就拿那个木板 木板就叫他的手伸出来 他说一般是两只手 他一只手打一次 这就是打一次 说各十下 那一个小朋友 因为也没有吃 所以打到那个小朋友就晕倒了 在那一天 那我们的志工也知道这件事情 那赶快打电话给我 那我说 那我们隔天就紧急的过去 去关怀 当时看的时候 那小朋友说还是肿的 这么严重 所以后续就是 结局一定是圆满的 对 把他头发整理理干净了 因为我们知道 他就是没有吃 所以气了 那时候因为我们也去做个家房 所以真的很贫穷 那我们把一些食物食品 就也交给他的妈妈 所以这比较好的结果 是是是是 那当然一路这样听下来 就是我们有礼法 我们还有公食站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善的共振 有那个影响力 在整个社区里头 是真的看得到的 是 因为我们这样做 所以在整个社区 那其实很多有能力的人 他们家有收获 所以把玉米 就整个送到我们的共食站 我们总共有52个共食站 每一个共食站 都有这种当地的乡亲 受到影响 他们也愿意说 出一分力 一点心力 就是很简单的玉米粉 也可以来帮忙就对 对 有这一份心就令人很感动 所以我们非常感动 这个也很感恩 朱金财师兄 今天再次来到 我们的新闻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 星巴威 这么多温馨感人的故事 感恩金财师兄 感恩佳琪 直接感恩 也是一份疼惜的心 要翻转非洲 做好事 大家一起来 由台湾所成立的 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 也深入到非洲 乌干达这个国家 要用实际的行动 帮助他们 非洲国家乌干达 超过七成人口 生活在贫穷线下 三餐温饱成问题 女性过得更辛苦 每个月生理期报到 不仅无法工作 上学 连带健康 受到威胁 所以最多的时间 他们选择用其他方式 去保护他们 从教育上 他们选择用其他材料 去保护他们 从教育上 这些地方不是健康 从台湾发起的爱女孩 国际关怀协会 2015年走进东非国家 推动部卫生棉工作方 团队教会当地女孩 缝制属于自己的部卫生棉 并推广正确的卫生观念 透过我们的部卫生棉工作坊 我们教导他们去做 可以重复使用的部卫生棉 帮助孩子们在旌旗来的时候 可以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 也帮助妈妈们在旌旗来的时候 她还是一样可以去到田间去工作 或者是回到她的工作场域里面 妇女们学习一技之长 能有稳定收入 改善经济现况 2021年 爱女孩与刺激基金会 合作共善 帮助乌干达解决水资源问题 我们也在当地就是帮他们 就是挖水井或者是建制雨水收集系统 同时也在当地就是有建筑生态厕所的部分 确实是去减少他们的气味 甚至是病霉纹产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有了干净水源 有了正确卫教观念 爱女孩团队的力量不种小觑 乌干达的转变 就是他们用爱翻转非洲最好的证明 大爱新闻 旅士川001台北报道 刺激在美洲来看到 新泽西分会最近举办了议诊服务 要帮助低收入户家庭健康把关 设立检测 再透过验光仪器进行配进 一条龙服务 验光师很惊叹 有你们所有的团体的这个人们 大家这些优秀觉得蛮印象的 就觉得是我应该见过的最 组织的一种 组织和健康健康 眼镜的价格对于低收入者来说难以负担 爱纳尔母语是西班牙语第一次来 有翻译志工协助很安心 此季新泽西分会扩大举办健康日 也安排中医门诊 隔平诊间空间独立 针灸治疗各能保护隐私 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要带针 带所有的东西到现在我只要带针就好了 所以一次都一次就是更为方便 那我们在短时间之内都可以看到更多的病人 贴心医护更为病患着想 一场一诊铺长情 白新闻庄文旗王万康 陈在新美国报道 国际关键字要来关心的是 这一两天大家都在关注的焦点 伊朗空袭以色列的行动 300发的飞弹以及无人机 目前知道全部遭到拦截 而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拜登 虽然坚定支持以色列防御 却不支持以色列反击 而外电的最新消息是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之后 目前决定会取消对伊朗的报复攻击 警报声响彻黑夜 圣城耶路撒冷上空 不断有火光闪现 伊朗首都德黑兰 大批民众涌入街头 庆祝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胆反击 这是伊朗首次对以色列领土直接进攻 为的是报复4月1号 针对驻大马士格领事馆的致命攻击 不过以色列军方表示 伊朗的反扑并未奏效 但不论是否奏效 这场报复式攻击 的确使中东战火 扩大的威胁升高 美国总统拜登 缩短周末假期 搭专机赶回白宫 听取战情汇报 并再度承诺 将坚定支持以色列防御 欧盟等国领袖也纷纷发生谴责 不过白宫官员表示 拜登已经告知以色列 美方不会参与任何 针对伊朗的进攻行动 也不支持这类行动 因为以色列一旦做出反击 可能引爆区域性战争 带来灾难性后果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接着关心温度预测 苗栗以北气温23到33度 双北市的水汽较多 中部地区情势多云 气温24到33度 南台湾炎热药做好防晒 气温25到34度 东半部降雨几率2到3成 气温23到32度 外岛地区多云时勤 气温20到29度之间 感谢你收看我们再会 拜拜